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立伟刘建国去年卷驻新北市议员李婉玉床赵峰播后,台北市议员钟晓平、秦慧珠分别上谈话性节目惊爆密新,接连爆料刘建国曾与同党立伟肖美秦、陈颖爆发三角恋,钟晓平还透露刘建国曾与立伟苏志芬谈过恋爱, 钟,秦因此遭留建国提高妨害名誉,台北地监署认为此事可受公平,去年九月曾将两人不起诉,但刘建国生情在意,经发回北检续查后,金仍认定两人罪证不足,再次不起诉 去年五月,李婉玉在脸书PO床照晒恩爱,照片中她穿睡衣,素颜躺在胡须男的臂膀上,被眼尖网友认出胡须男就是曾与立传过绯闻的刘建国,李婉玉当时还大方地向媒体承认曾与刘建国交往四年, 谈话性节目也拿两人的过往情史出来谈论钟小平上五十四新观点节目时,爆料刘建国曾与苏志芬谈恋爱, 秦惠主则在新台湾加油节目中,提到刘建国曾与萧美琴,陈颖等美女立伟传出三角恋及劈腿等传闻, 刘建国不满钟小平,秦惠主在节目上公开谈论她的感情世界, 控告两人妨害名誉,中,秦书停时均否认妨害名誉, 致在节目上爆料的相关内容,周刊都已报道过, 并非空穴来风,建方认为,刘建国身为民态,属于公众人物, 所作所为会影响社会风气,认为刘建国的言行因为社会表率, 关于她的感情世界,是否具有诚信,民众有权利知道, 因此认定此事可受公平,认定中,邪恶罪证不足。